大家好,我是宇婷 那我等一下要先播一段影片 那就是前陣子這邊 巧遇到一個公司的活動 那先讓大家看看這段影片 他講說之前那個民視 阿基斯的事情他們完全沒有做 還有那個貝利派他們都沒有做 他們說他們完全新聞的時候 那個收集率是第二次出GPBS 那今天那個董事說 我們要加強新媒體 我覺得好啦,很好啦 我覺得非常感謝啦 可是過去這幾年 大家講說我媒體很重要 然後公司也一直在講 我覺得根本就是要豪小阿 你看那個PNN 拿過什麼鬼資源根本沒有 你看我在這邊工作多少年 然後我罵我根本沒有被聽過 我根本沒有進入過這個理系 那說什麼PNN拿一個獎金 沒有啦,說我獎難聽一點 我個人拿了一個獎 我個人拿了一個獎 然後我覺得那個東西 公司給我多少資源 就是他一個駕駛帶我開車去採訪他 那講人聽點就是這樣子 那你說新媒體 付出多少資源去做 我真的覺得就是很好笑 那好 再來說講新媒體 新媒體到底誰可以做得比較好 我相信是我這個世代的人 可是今天在場的人到底幾歲了啦 公共電視裡面的人在開會 講說我要開新媒體 因為大家暫停的東西 是幾歲的人在開會 我真的很好奇啦 對不對 那我這個世代的人 我可能還不是 再往下一點點 我覺得也可能是他 他可能就是網路原生世代的人 這些人進了進來公司嗎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公司 公司要進得來嗎 不可能啊 那這些人他如何 會 你說打造一個公司 什麼新媒體的戰略 然後讓公司網路的東西更好 我說真的我想像不到 你進來的提案啊 甚至你講的是更關鍵的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些人 你來的就不走了這樣子 所以 年輕人進不來公司 那是一個很大的困境 問題 那如果在整個困境 解決不了的情形下 年輕人提案 能不能進到公司 好 那這段是 我們前陣子去直播的一個活動 那 這個影片我剪過啦 這可能沒辦法完全 呈現單子的選貌 大家可以再去線上看那個影片 然後去收尋射路線 那重點是這個影片 給我們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發現 第一個我們要上字幕 所以說 在一個影片上 其實我們 我有陸續找一些很好的工具 然後可以上字幕 所以等一下大家有興趣 幫忙把 GTV的影片 還有我們 測證值 測物件直播的影片 或者 這集的影片 出去幫忙看能不能上字幕這樣子 然後第二件事情 大家有發現一件事情 公共電視裡面 有很多的牛肉可以用 對 那 大家知道馬公共電視 其實是我們 最前成立的一個媒體頻道 那它跟其他電視台一樣 都要把這些卡片放到網路上 網路上去 可是因為 他們在新媒體這個東西 在 董事雖然很支持 可是做的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相信 這邊一定有很多資源 或很多的想法 可以去改進這一塊 那我發現大家 有人來跟我去討論 謝謝